119专线接到无声电话又挂掉的情况是层出不穷 让第一线疲于应变的119受理人员感到非常的无奈 你好,我这边119,请问过119有什么事? 乌波,那没关系,再见,拜拜 119,你好,请到消防车救护车 喂,119,你好,请到消防车救护车 喂,需要消防车救护车 如果你不复生,我们要接着其他报案电话,请有需要再来电 日前金湖辖区一名黄姓护人 命急拨打119通数,达65通 消防局为了了解其拨打119的原因 会同辖区里长前往其住处关怀 了解其为不熟悉手机操作导致 黄姓护人直对消防人员表示抱歉 而其中有一支手机号码就打了65通 寻线追查才发现是一名阿嬷可能使用古董手机 不小心碰到案件所导致 经过消防人员宣导之后 阿嬷的手机号码从此不来电